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春晚对于全国人民来说,是一个团圆的必备节目,难得全家团聚的时刻,看看春晚也是极好的一件事情。 仿佛这已经成为了过年的一种符号,一种幸福的象征。 但是对于征战在春晚舞台的明星来说,是牺牲了自己团圆的时间,来给全国观众带来欢乐。 由于这是全国性的节目,时间安排紧急,明星们对于年夜饭这么重要的事情,也只能将就了。 小编搜集了四位。 在春晚期间,晒出自己年夜饭的明星。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、佟大为最便节省时,佟大为在微博当中,晒出自己2019年的年夜饭。 在央视后台,佟大为拿着一份便当满足的吃着。 因为要上台表演,所以也只能采取这种便捷的方式了。 不过里面有菜有肉,也算是营养均衡。 可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心中认为的年夜饭的标准啊。 只能说任务在身,将就将就了。 回到家里再好好地区品尝美食吧。 二、月银鹏纯饺子宴月银鹏的节目,是本届春晚比较早出来的。 还不到八点的时候,就已经结束了,月银鹏也是很幸福地,可以相对于其他人更早到达家里。 他在微博当中分享出来的年夜饭,是在晚上十点半之前,这让很多晚上场的演员,有点羡慕啊。 月银鹏分享出来的都是饺子,有白皮的看,粉皮的,绿皮的各种颜色。 这在参加春晚的明星当中,已经是豪华的级别了。 接下来的一阳千玺,看了会流头水。 三、一阳千玺最寒酸,在这里先心疼一阳千玺三秒钟,他是在凌晨十二点半左右才吃的年夜饭。 当时他脸上已经很疲惫了,面对食物开心地比着剪刀手。 他的寒酸年夜饭人觉得这位年轻一人的不容易。 左边的是蔬菜十锦,中间一碗饭,右边是水蒸蛋。 看上去卖像不好看,还半点肉都没有。 现在一阳千玺,正是很容易饿肚子的年龄,这些营养估计还差很多啊。 不过回到家里,就能吃到妈妈准备的。 美食心里也是暖暖的吧。 一起给一阳千玺点个赞吧。 四,王自建最豪华。 王自建和岳云鹏到家报平安的时间是前后脚,不过他的年夜饭是春晚明星当中是最豪华的了。 看着一桌的好菜好肉,让人想流口水。 这是家里人一直等着王自建才开饭的意思啊。 精致的摆盘,桌上的蔬菜,由于时间久了有点发黄了。 不过这一桌的美食,足以让工作很晚回来的王自建满足了。 要是看看上面三位的年夜饭,王自建会偷偷笑出声来了。 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伙食了。 谢谢大家! 感谢观看